对全球乐迷来说 北京时间2月13号可是大日子 第59届格拉美颁奖典礼 将在美国洛杉矶斯坦普斯中心举行 作为美国即世界流行音乐界 最重要的音乐颁奖典礼之一 格拉美此次除了团购欧美大咖 奉上精彩表演外 还会出现一个惊喜组合 格拉美中国大使 国际钢琴大师朗朗 以及在RTS创下 华人男歌手最好成绩的 全能音乐人吴亦凡 两人获格拉美邀请 将前往现场观礼 与全球乐迷共同感受好音乐 小业务亦凡 去年在音乐领域强势发力 新歌Junei在Apple Music和iTES受发后 快速打入美国iTES下载榜Top50 获得该榜单全五星好评 同时稳居该榜单分类榜第一 缔造了华人男歌手 在此领域的最佳成绩 还成为首位被Apple Music全球编辑 联合推荐的华语男歌手 而钢琴大师朗朗 则是格拉美的老朋友 此次让人同时受邀 令人期待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